You get so crazy 有什麼證明你對我的誠態 現在所有的一個無數的名字 一度配合拍到的活動靈略 人生群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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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觀點 我台灣短暗想說你 我把自由為難 聽到的感覺太遠 每個偷契他們在地上 愛人傳遞這次 心想拒絕你 就為生擁抱 還要活著血 還要活著血 想做的 對的 說美的 說的 多問我 我看 我說 我怪美的 你現在來的 快點 去吧 你今次讓我來的 快點 去我 告訴我 You get so crazy 要想我證明你對我的真愛 誰說多了會的 說沒的就更多 問我 我說我們 會被 非常非常緊張 興奮 對 因為他從小就是 我從小聽他唱歌 在飛機上有一次遇到他 然後我是那種還滿內向的人 然後他那天就 嗨 救命 你知道他就是不只唱歌很高 他叫人的聲音也很高 就是他唱了臉還想說 他可能待會他會轉音這樣 對 我看到他 Hello 感動一點一點 真心才能永遠 愛你在每一天 這句話 永不變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 爱你爱你 谢谢你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 那我在演唱会上 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其中一个故事 就是我一直这么多年 我都一直隐藏 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 叫缺憾吗 缺陷 缺陷 对 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 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边 然后我走的每一步路都会空 所以大家走的一步 对我来说都是有困难的 every day 那对我来说跳舞是更加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小时候是做过这个手术 然后可是没有把它弄好 所以我的童年的回忆呢 就是大概是一岁多两岁的是在医院 然后是自己一个人 然后就是非常想念 想回家 可是 我都很难说这个就是因为我都会想到以前小时喔 对 嗯 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恐惧 就是做完手术就会走路 所以我会害怕 我会害怕如果我在做这个手术的话呢 有可能会走不了路 有可能跳不到路 有可能跳不到路 所以我会暂时不想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every day 我都尽量去live my life do my best 就算是一个挑战 就算是有困难的 but I try my best 我去忍受它 看到你的舞蹈好像你有 花了很大的时间跟精神去弄你的舞蹈方面的事情 做这个比较hip hop一点的风格 我给你特别介绍一下 这位 这位他骨子里他是hip hop 来 我真的吗 YOU YOU 你会叫hip hop 一点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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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丟心 OK 就可以好了 就这样子了一点 我真的很喜欢看你跳舞 你跳舞真的是利于美 真的 谢谢 而且那个腰好厉害 有吗 我有个新的可以教你 来 要不要学 来 新的要教 我对新舞步特别有兴趣 这个就是 哇塞 等一下 OK 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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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刚刚那个 你是中鞋还是卡到阴的 不错 差不多 那感觉是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是分开的 是尊开的 对 对 对 可是肚子要 我在看你的能力好好练 很好啊 是 OK 当然我们知道 李文的情歌是最让人家赞赏 谢谢 当然他动感的歌曲也是让大家 非常佩服的 那这一次这个专辑里面来讲 你的那首 第九页 第九页 对 我非常感兴趣 他是讲一个怎么样一个 伤心的一个爱情故事 第九页其实说到就是 一个爱情的状态 那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女生很轻 那这个情人是 刚刚分手 或者就是 有一阵子了 就是没有办法再一起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个女生就是 一直撐一直撐 觉得就 无所谓 我没有你 我也很快乐 可是一直撐到 第九页 就受不了了 就 崩溃 对 然后就是很失落 然后呢就是很想念那个男生 才懂得十天前的世界 有多么的美好 不要演啊 你今天是第九页吗 第九页就是现在这个心情 可是我 演完了 可是我觉得你 每次分手 好像 今天都是第九页 两年了 分手已经两年了 还是 喝了九页 喝了纸糕 超纸糕 那是两年了 人都会打到阴的 我是鬼打墙的 走不出第九页 你知道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开朗了啊 对不对 现在不会了吧 我归佛门之后 我就没事了 我觉得女人是不是真的很喜欢 拿分手当筹码 我觉得会 会喔 会有点 会啊 对 为什么呢 其实Coco 因为你是在国外长大的 你的想法跟你接触的世界 可能跟台湾的一些女生 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都会这样想的话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为什么 女人为什么要拿分手 来威胁我们男人呢 因为这个就是女人的本性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女人呢就是 其实她用分手 来测验那个男的 对她有多深情 就好像 好吧 那你更 这么不满意我的话 那就分法了 可是呢 当然我们女人想听的就说 不要 不要啦 对 还是我最爱你啦 好啦 对不起啦 什么什么的 或者是不要啦 我一定会改的 对… 可是没有男人 从来都不会说这一句的 因为那个讲下去很累 可能会说 但是永远不改 对… Coco你觉得你印象最深的一个 分手的经验是 印象最深 可应该就是 其实在电话上 我们两个是 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 就是在讲电话的时候呢 有一些争执 然后之后呢 就好吧 那不要讲电话了 然后就 我不打电话给她 她也不打电话给我 很久喔 就一直就这样子 就好 就算了 就算了 我以为你们相约坐飞机到一个国家碰面 没有…就是两个在不同的国家 然后就是讲长途电话的时候吵架 然后呢 其实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是呢就是 就是我也很矜 她也很矜 我不打给她 她也不打电话给我 就这样就 然后呢 好几年之后看到她 她说 我之后就是两个礼拜 只有打电话给你 可是一直找不到你 我说是吗 她说对啊 她说为什么我们莫名其妙就分了 我说 太晚了 对 事情已经过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对… 对… 对啊 你放弃了 Coco这么好的女生 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谢谢 那我问你 你分手之后 有没有后悔过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 会喔 肯定会有